当时夏克尔林响了 班主任觉得人很多 就把范鹏飞叫到教学楼西边的地方去谈话了 难道这段时间里发生的才是整个事件的真相吗 看来范鹏飞的死因绝对心脏并发作那么简单 范家人决定要求公安机关介入调查死事事 很快则出现公安局成立的专案组 专门调查这几谈话死事件 这第一步就是查明范鹏飞的真正死因 结果你猜怎么着 尸检的时候家属都被吓着了 就一天在尸检查得很突破的时候 一打开可以说这个吓着 真一说差不然多 突破的这个图钉这一块 可以说接近十几空间吧的一个固定 从这个左朝里多着一块 七公万万万的一个固定 通这这一块 都在这里 �buble中有一个七公万万的铺 在这固定这里还有两本一个消贩帐 一个1点5 一个0点的固定 这固定面积太大了 死者头部为什么有这么大面积的固裂呢 啊 这些伤口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呢 光是就拍一巴掌 至于把人拍成这样吗 莫非 哦 对了 学校不是有监控吗 看看监控录像 一切不就真相大白了吗 我说既然在这个都老一谈话 就可能有监控 我想看一下监控 他说你想看监控 也可能看不到 因为他 他又叫那个知事班长 在走廊里留下以后 又拐了两个位 去了一个既没有监控 有没有灯光 有没有新来的 房屋的就楼房的一侧 就说是这份房间叫无闪 想了一个这样的地方 谈话 我说既然想着一个 想着这样的一个地方谈话 你老师出一个什么样的嫌疑 没有监控 又不见打人教师出面说明情况 种种迹象让范家人觉得 学校是在刻意遮掩事实的真相 说话间公安机关的尸检结果也出来了 孩子真正的死因是 由于头部遭受摔跌 治颅脑损伤伤死亡 这样的鉴定结果一出来 立即在社会和校园里 引起了轩然大波 为了消除影响稳定师生情绪 周平一中通过广播的形式 向全校师生发表的声明 事情发生后 学校与家庭多次沟通 关于班主任与该生的谈话过程 学校一直要求公安机关介入 查清事实真相 管理上一个情感 家长一直坚决反对公安机关介入 关于该生的资因 学校也坚决要求进行司法界定 家长继续解决 直至今天中午 发生了家长的不离职的经历 今天学校已经要求公安机关 和司法机关介入 请大家将认清事实的真相 不要相信社会上的各种小传